上次呢我们讲到了菱形脸和心形脸 如何选择假发的发型 这期我们继续 长脸较酷的前额与方形的筛部 缺乏游和感 咱们做发型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游和的发型 可以做长一点的话 留长一点 长直批发 不可转发用 当然如果姐妹们喜欢转发也是可以的 那就要增加发型的游和感 比如说增加转度呀 不适合长直批发和中分 额蛋脸 脸部线条有和和油脸差不多 只是脸部更像土圆形 还不是圆形 所以额蛋脸又称土圆形 额头到下巴的距离较长 下巴寬 可以适合所有发型 为什么我不是 圆脸 脸部线条就是有和 额头到下巴的距离 大致等于两侧的距离 适合发型呢 避免把脸部全部露出来 最好 牛排做一排 尽量使两边的头发有蓬松感 预予流长发用 最后就是方脸啦 脸部线条 零角分明 很宽宽 两侧咬肌较大 适合发型的 适合多层次的发型 或者转发 中分 斜分 不适合其溜爱其短发用 你清楚了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